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要介绍的是 管理数学中微分部分 微分的技巧 首先我们在这个单元 我们建立了教学目标 在知识的部分,我们要了解 导函数的定义,那各位同学知道 导函数就是微分 它的定义还有它在几何上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我们先提醒同学,那就是切线的斜率 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运用我们在后面 要介绍的微分的技巧 求出导数的导函数 那微分的技巧有三个 乘法、除法、连锁率 如果熟练就没有问题了 在态度的部分,我们要了解 不是给我们一个函数都是可以微分的 要有严谨的态度 因为可微分的函数是要有条件的 我们必须要去懂得怎么样去检测 我们在教学的大纲的部分 我们首先是介绍的是导函数的定义 什么是导函数 还有斜率是什么关系 再来就是微分的技巧的中间 我们最进阶的 我们就最初级的 就是多项式的导函数 多项式其实是最简单 很有规则的 那么多项式 有很多的函数 其实都是多项式的一个变形 所以我们介绍了是多项式的一些延伸的函数的导函数 比如说 开根号 或者是分式 这种情况都是多项式的延伸函数 再过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导函数的一些求法的这些技巧了 就是乘法公式 除法公式 以及最重要的连锁率的技巧 现在来介绍的是导函数的定义 我们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是在介绍如何去计算切线的斜率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上面有一个点叫做x 那么相对应的y的坐标是f of x 那么这一个点 它有一条唯一的一条切线 那么这条切线斜率是怎么看的呢 如何去计算呢 我们的话的算法的话 是这个算法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要计算斜率 一定要有两个点 两个点才能够制作斜率 于是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方法来解决 就是说我们在右边这个地方 制作一个自己创造一个点 这个点的话呢 叫做x加上delta x 那么这个的坐标 当然就是x加上delta x 逗点 f of x加上delta x 那么这个坐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两点就可以计算它的斜率了 不过这条斜率我们不叫做切线 我们叫它割线 那割线跟切线到底有什么差异呢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就不一样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计算这条切线的斜率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方法 就是利用这个delta x的话呢 越来越小 它就会越来越靠近它 我们来看看这个点 如果delta x往左边走一点 这个点的话呢 来我们向这个地方靠近一点 我们发现的话呢 这条线的斜率慢慢的会越来越接近它 我们再往前走一点 又再平缓了 更像它了 那么我们继续的往左边走 再走 好 我们到这边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它非常非常的接近它 如果我们最后的话呢 一直到了这个点两点 几乎能够重合的时候 是不是割线斜率就接近切线斜率呢 于是我就把这个算式算给各位同学看 来两个点我们会算斜率 我们的话呢 写了 斜率我们习惯用m来表示 这叫做割线的斜率 割线的斜率怎么计算呢 我们是y减y除以x减x 来 y的话呢 是后面的y叫做f of x加上delta x 减掉前面的y是f of x 底下的话呢 是x的差 x的差 这个减掉这个就只剩下了data x了 这就是割线的斜率 那么切线的斜率是怎么算呢 我们的话呢 可以加上了一个方法 就是叫做极限 如果说data x非常非常的小 接近0的时候 那么于是的话呢 割线斜率就接近切线斜率了 于是我们就直接大胆的直接写 切线的斜率是怎么表达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加上一个极限 Limit delta x趋近于0 这边的话呢 分子分母来看一下 直接把它带进去 这个的话这个符号的话呢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切线斜率 我们用一个这个来表示 这个字念f'x 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导函数 那么还有另外一些写法 在看课本里面 维基分的课本里面有提到的是 它也可以把它写成df dx 或者是写成dy dx 这些的话呢 都是所谓的导函数 也就是维分的写法 现在来介绍的是 多项式的导函数 多项式的导函数的话呢 这种题型的话呢 是我们最基础 而且是最常见的题型 在介绍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最简单的题型 就是x的二次方 它的维分 它的导函数叫做2x 是如何说明的 那么我们就拿这个例题 来说明给各位同学看 那在说明之前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它的定义是什么 于是我们就把定义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的话呢 维分这个地方 我们在前面也介绍过 这就是我们的维分的定义 那么维分的话来说的话呢 是切线的斜率 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数字要套进去 那什么意思呢 函数叫做x的二次方 那这个的话呢 你无论带什么数字 你是a就是a的二次方 b就是b的二次方 那么x加上data x呢 就是x加上data x的二次方 于是我们看看下一步 我们下一步出来了以后 我们发现直接把它套进去 叫做x加data x的二次方 减掉f of x 那么这个算式的话呢 算出来会是多少呢 我们的话呢 算给各位同学看 那在算这个题目之前的话呢 我们要复习给各位同学 思考一下 这是两个相加的二次方 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的话知道 这是a加b的平方等于a平方 加上2ab加上b平方 我继续写下去 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写下来是这样子的 等于 这边是limit data x趋近于0 然后的话呢 算式的话呢 同学的话呢 可以参考一下 a加b的平方等于a平方 加上2abx data x 再加上b平方 data x的平方 再减掉x的平方 这下面的话呢 是data x 这个地方我把它刮乎起来 比较分得清楚一点 我们再来看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的话呢 前后有两个部分的话呢 是可以对销的 于是的话呢 我们发现了 底下有一个data x 上面都有 我们的话呢 继续写下去 这个等于多少呢 等于limit data x趋近于0 来我们的话呢 上下同除一个data x 下面就会变成1了 上面的话呢 是2x 这个除掉 这个除掉 所以的话呢 是2x 再加上data x 于是等于多少呢 data x趋近于0 于是的话呢 就得到了2x 我们证明了x的平方 它的导函数是2x 我们再来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的话呢 跟刚刚那个题目是差不多的 刚刚那个题目是x的二次方 那现在这个题目是x的三次方 那么的话呢 我们可以证明 它的话呢 为分是3x的二次方 那我们的证明的方法的话呢 其实是跟刚刚一样的 第一步还是把它列出来 它的导函数的定义 然后继续说下去 因为这个题目跟刚刚那个题目 其实是类似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让各位同学自行练习 我们来做做看 再下一个题型 下一个题型的话呢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一个函数 它本身来说 x等于x 这个的话呢 是y等于x 这是一条直线 请问一下 x的微分的话呢 为什么会是1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说明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 如何证明它是1 当然还是要把它的定义来列出来 列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 这就是我们切线斜律的 最原始的定义 那么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算呢 我们要把它带进去 那现在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的话呢 这里是多少 这里就是多少 那么我们就直接计算 我们来看一看哦 这个地方的话呢 非常好计算的 是怎么说呢 因为的话呢 这里是a 这里就是a 这里是b 这里就是b 那么是x加dx 那就是x加上dx 这个的话呢 本身就是x 下面是dx 那么我们看一下 分子的话呢 上面有一个x x消掉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了吗 dx除以dx是多少呢 永远是1 任何数字它的导函数的话呢 会等于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给各位同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首先我要证明它是0 当然还是要把它的定义列出来 我们来看看它的定义 定义列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 f of x 不管带什么数字 只要是常数 都是k 于是的话呢 我们来算算看 limit dx趋近于0 上面的话呢 我们不管什么数字 它都是k 那这个呢 这本身就是k 底下的分母是dx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了 dx趋近于0 它不是0哦 趋近于0 它并不是真的是0 它只是很接近0 但是上面的两个数字的话呢 相减一定是就是0 于是答案是0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的话呢 任何一个数字 只要是它的微分 它都会变成0 这里介绍的是 多项式导函数的一些延伸的题目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f of x 等于3x平方的话呢 那我们要如何处理它的微分呢 那在前面的话呢 我们介绍过了 也证明过了 x的二次方的微分叫做2x 那么它的微分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前面多了一个3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可以介绍一个简单的做法 微分的话呢 跟极限是一样的一个运算 它就是一个极限的运算 于是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如果把它拆开来的话呢 是可以分开做的 那我们的话呢 处理它的话呢 简单的写法是这样的 我们这样的讲的话 会比较容易了解 3x的平方 其实它就是x平方 加上x平方 加上x平方 一共加了三个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在前面我们的话呢 都知道它的微分 我们微分的话呢 是可以加号减号 是可以拆开来的 于是的话呢 x的二次方的微分是 2x加2x加上2x 那么答案是多少呢 三个2x变成6x 于是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知道说 这个答案是6x的话呢 我们不只要知道这个答案而已 我们还要知道它的意义 什么意义呢 做法的规则是 3乘2的6 上面的数字 上面的指数 乘前面的系数之后 自动再降一次 这就是我们的 多项式的这个提型的做法 我们在做比较复杂的 进阶的提型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用到指数率 虽然这个指数率的话呢 各位同学以前早就学过 不过的话呢 我们还是再复习一下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指数率第一条 指数率第一条说 任何数的0次方都是我们规定为1 除了0的0次方是没有意义以外 其他的话呢 通通都是1 第二条就满满常用的了 我们说 我们说A的M次方乘上A的N次方 我们可以把合并起来变成了M加N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很多同学都是用死背的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些解释 同学就不容易忘记 来我们来解释一下 第二部分的话呢 我们举个例子让同学的话呢 真正的了解 为什么要叫做M加N 为什么是加起来呢 我们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A的三次方 我们乘上A的二次方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是A的几次方呢 如果你们是用背的 你们就说 3加2得用 问题是 我们要了解它的源头 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所谓的三次方指的是 A乘A乘A A的二次方指的是 A乘A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这是有几个A在相乘呢 有五个A相乘 于是我们终于了解了 它其实是什么呢 真正的了解的说 它是五个A相乘 所以是A的五次方 是加的 那第三个情况 相除的 可以变成上面减掉下面的 用它的M减N的方式 去处理的话 这个是跟第二条 是类似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来看看第四个部分 如果说A的M次方 又一个N次方的话呢 那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的话来看看这个题目 我们举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来思考一下 如果A的三次方 刮胡再来一个二次方 那么是应该是写成A的几次方呢 是2加3是5 还是2乘3是6 还是3的二次方是9呢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不用疑惑 我们回到了我们最原始的状况 我们来想想 A的三次方 是2次方 什么叫做二次方 自己乘自己叫做二次方 于是这个题目的话呢 它恢复到了原始状况 它是这样的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是多少呢 这是两个相加是多少 是6 其实不要那么麻烦了 2 3得6 于是各位同学 我解释了 这两个的话呢 是相乘的 那后面我们将要用到这些公式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开根号的情况 那我们要怎么处置呢 来我们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当你看到了 遇到了平方根 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地方微分是不方便的 我们的话呢 要将它做了一个改造 所谓平方根 就是2x的几次方呢 二分之一次方 如果的话呢 用我们微分的基本的公式 我们要怎么微分 微分就是等于 它的导函数就是 二分之一扔下去 x的上面的话的次方 在减一 二分之一在减一 是负的二分之一 做起来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各位同学 你们可知道 为什么平方根 就是二分之一次方呢 那我在这边 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 各位同学看一看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必须要了解的是 所谓平方根 又在平方 这个会是多少 各位来想想 根号9变3 3的平方又会变成9 它的意思就是一个 颠倒的运算 也就是反函数的运算 这个地方会恢复原状 再过来我们看看下一步 请看这个地方 这个的话呢 在刚才的指数率的第四条说 这两个是怎么样的据计算呢 是相乘的 相乘的话呢 这里是x的几次方呢 一次方 一次方就不要写了 于是我们证明了 根号x 其实就是二分之一次方 那么这个答案 各位同学的话呢 应该能接受 它就是二分之一 x的 负二分之一次方 现在我们来介绍 另外一种提醒 另外一种提醒的话呢 是有分子分母的 就是分式的 如果是分式的情况 上面是1 下面是x三次方 那么这个题目就算是简单的了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改造 我们把这个题目的话呢 做了一个小小的改造 x三次方分之一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写x的负三次方 我可以把它写成负三次方 于是根据我们微分的基本公式 我们的话呢 微分 怎么算呢 负三扔下去 这样一次 这样一次是多少呢 这样一次是变成负四 那各位同学说 为什么是负的四方呢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些解释 各位同学请看这边 我们首先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应该知道一个基本的乘法 只要是x不是零 这两个相乘必然是 一 大家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二分之一乘二 三分之一乘三 都是一 再来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这个 这个地方 各位同学看一看 这边就要注意了 这个我们就要用到指数率的两条了 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说它没有写就代表一次方 一次方的话呢 各位同学 底数相同 指数相加 负一加一是零 x的零次方是多少啊 根据指数率的第一条说 任何数的零次方都是一 除了零次 零的零次方之外 那各位同学看 这是不是同一一件事呢 所以的话呢 我们顺便记一下 所谓分之一就是负一次方 负一次方就是分之一 那各位同学说 那这三次方怎么讲呢 三次方是这样的 如果各位同学的话 想想看 x分之一的三次方 是等于 x的三次方分之一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次方的话呢 两边都要下去 然后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 x分之一是什么 x的负一次方 然后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根据指数率第四条说的 这是可以相乘的 这是x的负三次方 于是各位同学看 是不是三次方分之一 就是负三次方 从此以后 像这一类的提形 我们都是这样处理 我们把它改成负的次方 比较好做 那这个地方的答案是 负三x的负四次方 那我们就上到这边 我们然后呢 现在要介绍的是 基本的一个乘法的 微分公式 那稍微复杂一点的 的微分题目 我们都需要 这三个重要的公式 一个公式叫做乘法的 一个是除法的 还有一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叫做连锁率 那首先我来介绍 乘法的微分公式 所谓乘法的微分公式 我们来看看这边 两个函数相乘 然后要微分 同学的话呢 千万不要各为各的 我们的话呢 口诀是 前面微 后面不微 加上前面不微 后面微 那同学说 为什么会相乘的微分 变得这么复杂呢 是这样的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证明是怎么做的 两个相乘的函数的微分 我们的话呢 要知道 要证明一个微分是多少 一定要回归 它最原始的算式 叫做 极限 变得的函数的微分是多少 这个算式是有点长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有耐心的看 前面是有变得X的 后面是没有的 后面是没有的 下面是 那各位同学看到这边 这样子的话呢 这是我们最原始的 微分公式 重点是 这个地方 要继续怎么算呢 后面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技巧 就是加一项 减一项 来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第一个算是 我是照抄的 我来一个减 减谁呢 我们减的是 这个式子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算是 同学的话呢 没见过 那减它 那我就要 还要再还给它 我再加一个 跟它一模一样的 这样子才会平衡 下面仍然是 变得X 这个算是 看起来非常的长 其实我们 快要成功了 那我现在的话呢 我来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介绍 前半部 我们把它 这样看 后半部 我们另外看 这是一个极限 两个相加 我们把它拉开来 变成两个极限 如果它都存在的话呢 就OK了 就可以拉开来了 来我们再看看 前面的极限 前面的极限的话呢 同学看到了 这是一个 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 另外放 另外放 我们来看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 Limit DataX 趋近于0 这是 F X加上DataX 减掉 F 我们的话呢 另外放 放在后面 这是前半部 我们再来看后半部 后半部的话呢 是 这个F of X的话呢 一模一样 我们把它放在旁边去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答案的话呢 就引燃成型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前面的这个极限 这个极限的话呢 就是F'X 那么这个呢 当DataX趋近于0的时候 它是GX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可以写了 F'X 乘上GX 后面 来我们再看 这是什么呢 这是G'X 这个是F'X 我们的话呢 印证了什么呢 我们印证了 两个相乘的维分 是前面维 后面不维 加上前面不维 后面维 这个公式就得到了验证 接下来的除法的维分公式 这个公式的话呢 它没有乘法这么重要 因为的话呢 我们只要会了连锁率跟乘法 这个除法 我们都可以 暂时都忘掉 都不要紧 不过我们还是在这边介绍一下 这个公式是这样的 分式的函数 F除以G 它的维分 是等于底下平方 上面维 下面不维 中间是减号哦 减号 上面不维 下面维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就不再赘述去证明了 我们的话呢 就举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熟练就可以了 来我来举个例子 我们说 有一个函数是 两个相除的 来我们来看看是 谁除谁呢 随便我们出一个 X的二次方加五 这是3X加2好了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看到了这个题目 我们要怎么维分 来我们来维分给各位同学看 只是教各位同学 带这个公式而已 至于说这个公式 万一不幸忘记了 我们的话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替代的方案 那等一下再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写出来了以后 它是楼上楼下 我们就楼上楼下 来先把楼下先写下去 楼下先平方再说 楼下先平方 这是3X加2照超 来一个二次方 根据上面的公式咯 然后再来上面是什么呢 上面是楼上的维分 是多少 2X 来我们刮起来 让各位同学看清楚一点 上面维 下面不维 下面不维就是多少呢 3X加2 中间是减的 减掉上面不维 上面不维是 X二次方加5 再乘上几呢 下面为分 下面为是多少呢 3 我们就乘一个3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至于说同学要不要再整理 那就看各位同学了 那至少这个答案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现在来介绍的是 维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技巧 叫做连锁率 也是最常用的 连锁率的话呢 其实就是合成函数的维分 那它的公式的话呢 我把它写出来的话呢 概率是这样 是维分表面 再乘上里面的维分 这样的说法的话呢 让各位同学觉得 没有办法能够真的了解 那我们教各位同学的话呢 会做就要用例子来教 来我们来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函数的话呢 是这样的 是X的二四方 加上4X加5 假设是十四方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怎么维分呢 那我要教各位同学的想法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合成函数 那么至于说怎么样的合成 我们现在的话呢 直接做就好了 现在的话 教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是X的十四方 大家会不会维分 十四方的维分是 十丢下来 这边降一次 是九四方 于是我们就这么想了 我们把这个的话呢 包装起来 变成了一个大的X四方 X的十四方 那维分是多少 等于十 整个包装的是 X的二四方 加上4X加五的几次方 九次方 别忘记了 连锁率的话呢 还要再做的是 这里面包装内的维分 那是多少呢 它里面的维分是 哇呼 里面的维分是 二X加四 那各位同学知道了 这个维分是这样算的 那同学的话呢 记得他的这个技巧 那么刚才的话呢 我们曾经提过说 万一同学忘记了 除法的维分公式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可以利用连锁率 以及乘法的维分公式 去处理它 来我们举个例子 来题目是这样的 如果有一个题目是 X平方加五 这是 好 3X加二 好 现在这个题目 那各位同学 要怎么维分 可是我们假设忘记了 除法的维分公式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 我们可以做一点 小小的改造 我们知道除法跟乘法 其实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 我除你相当于 我乘上你的 负一次方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写的是 3X加二的 负一次方 这两个相乘 诺法变成法了 那我们成法的维分公式 就不能忘了 前为后不为 加前不为后为 来我们来写答案了 我们答案的话的 这个地方要 有一个地方要小心的 就是我们来写答案了 前为 2X 后不为 照超 3X加二的 负一次方 这样还OK 前为后不为 加 中间变成加 加什么呢 加上前面不为 前面不为是 X的二次方 加五 再乘上 最后一项了 最后一项是 后面为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又再练习 复习一下哦 这是相当于是 刚才的 连锁率的题目哦 一堆东西的 负一次方 什么为分 我们这个地方 我用 黄色粉笔来写 让同学清楚 负一 要丢下来 我们把这个绑起来 大X的负一次方 负一扔下去 就是负的 整个的 打包的东西是什么呢 3X加二 然后的话呢 负一次方的话呢 丢下去之后 它还要再降一 负一 再降一 就是 负二 然后呢 里面的为分是 三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同学的话呢 要注意的 非常要小心的是 这个中瓜糊 可不可以拿掉呢 不可以拿掉 因为它是乘上一个负的 如果这个不小心呢 把它拿掉的话呢 会不会让人家以为 我们是减的 那我们建议的话呢 把负号 移到前面去 这个地方的话呢 瓜糊就可以拿掉了 那么这个题目的话呢 连锁率的部分 我们就上到这边 我们现在来讨论 可为分 跟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那么首先 要讨论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因果关系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连续性跟可为分 中间的原来的定义 或定理 那各位同学 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现在我们考虑的是 我们考虑 有一个F 在X等于A的这一点 我们就考虑在A的这一点的话呢 它是连续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来表达呢 表达函数是连续的 我们的口诀就是极限值等于函数值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确定在X等于A连续 所以我们的极限Limit X趋近A F of X是等于F A 这件事情的话呢 可以保证连续 那么什么叫做可为分呢 可为分的话呢 就是为分存在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说在F在X等于A 那一点是可以为分的 就是导数存在 也就是F'A存在 Exist 如果说同学还是不容易了解的话呢 我们就回到了原来的极限的定义了 导数函数的定义 定义是说的 什么叫做极限存在呢 Limit X趋近A 我们的话导函数的话呢 这样写起来会比较简单 在A的这一点 它的极限时是怎么写的呢 是F X减掉FA X减A 这就是在A的这一点的导函数 我们说它要存在 那怎么看存在呢 左极限 这个地方A负就是左极限 我们又称为左导数 如果说这个地方是右极限 A的A+,那就是右导数 左导数跟右导数如果能相等 就代表的是在那一点是平滑的 在那一点的话呢是可以为分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明的是 可为分跟连续性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 我们说可为分这个地方 它可以导出连续性 而连续性的话呢是不是一定可为分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说不是 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问题就这么说 可为分跟连续性的话呢 有一个题目是 你们如果说要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你要不就是证明 要不就找出反例 那么我们第一个我们来证明 可为分就是能够导出连续性 首先我们就这么说 一个函数F of X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很技巧的写法 我们把它拆成 我们写成这样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两个如果抵消掉了以后 这边抵消掉 确实的话呢F of X 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写成这样的形式 如何能表达呢 来我们先让这个函数的话呢 这一个算式等号两边 同时让它趋近A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趋近A 这是一个一个数字 所以要趋近A 我们不需要写 我们就直接就照抄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两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确定是可为分了 所以我们这边极限的时候 可以把它拆开来 相乘的两个 这个极限我们可以把它拉开 如果它确认的是极限存在的话 是可以拉开来的 好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是极限是存在的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F'A 而这个呢 当X趋近A的时候 它是0 也就是说 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相乘的是0 所以极限值等于函数值 于是我们就证明了可为分 当然就会导出连续性 那么至于说连续性 会不会可以导出可为分呢 那么我们举一个反例 让各位同学看 这个反例的话呢 这很有很重要 很有名的反例 那么我们的话呢 画给各位同学看 连续性的话呢 它不可以导出可为分的反例 我们举这个例子 绝对值X 它的图形我们画出来 同学会容易了解 这是X轴 它的图形是这样的 在X是大于0的时候 它是一个45度角的线 在X等于小于0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方向 就是Y等于绝对值X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图形 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在X等于0的这一点 X等于0的这一点的话呢 可不可以为分 来我们先看的是右导数好了 右导数 在0的这一点 是怎么写呢 是这样的写 这边是X趋近0正 这边是X减0 这边是F of X 减掉F0 那这边就不用写了 那我们的话呢 我还是写下去看看 好 这个地方等于多少 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后面是0 从右边靠近 各位同学 右极限 0的右边永远是正的 这边绝对值跟没有绝对值 当然抵消掉了 因为它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再来看左极限 这个左导数的部分 看看左极限的状况是这样的 左边靠近的时候 我们发现X是小于0 小于0是负的 这边上面正的 下面负的 两边一定会大小是相等 正负是相反 也就是说 左就是右导数跟左导数 两个会不一样 各位同学看这边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表示这一点是没办法微分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尖点 是不平滑的 于是我们利用了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确认 连续性是不可以 能够导出可微分 可微分是确定 就一定是连续的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呢 因为微分的目的是在求 物理上面瞬间的变化率 以数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割线的斜率 加上了极限的观念之后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叫做导函数 就是微分 在学习导函数的初期的话呢 我们以多项式的函数 来作为我们的切入的一个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做 比较容易上手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注意的是 成法除法连锁率这些法则 在未来来说的话呢 我们只要学习了这三种 三种的公式之后 再怎么样复杂的导函数 我们都几乎都可以解决 对 对 然后再来说 其实是的是 不忍杂的小则